约书亚纪第四章 全国的人都完全过了约旦河以后 约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 你要从人民中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从这里就是约旦河中间 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 把他们带过来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把他从以色列人中 挑选的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都召了来 约书亚对他们说 你们走到约旦河中间 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前面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数目 每人拿起一块石头 扛在自己的肩上 这可以在你们中间做记号 如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 说 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思 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被截断了 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被截断了 所以这些石头 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 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吩咐的行了 他们照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数目 从约旦河中间 从约旦河中间取了十二块石头 把他们带过去 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约书亚又在约旦河中间 在台约柜的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 树立十二块石头 那些石头到今日还在那里 台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间 直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 告诉人民的一切事 就是照着摩西吩咐约书亚的一切事 都办完了 人民就急忙过去了 全体人民都过了河以后 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 才在人民的面前过去 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都照着摩西吩咐他们的 拿起武器 在以色列人前面过河去了 他们约有四万人都装备好 预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走过去 来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作战 那一天 耶和华使约书亚 在以色列众人眼中成为尊大 在他一生的日子 人民敬畏他 好像敬畏摩西一样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吩咐台约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上来 于是约书亚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上来 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中间上来的时候 祭司的脚掌一提起来 他在干地上 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 像以前一样 涨过两岸 正月初时 人民从约旦河上来以后 就在吉甲 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约书亚把他们 从约旦河取来的 那十二块石头 树立在吉甲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 如果日后 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那时 你们就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 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上 走过了这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你们面前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直到你们都过了河 好像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从前对红海所行的 在我们面前 使红海干了 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 好使地上万民 都认识耶和华的手 是有能力的手 也要使你们 永远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神